你还记得童年有过一只叫憨巴龟的乌龟吗? 讲道理 虽然这个动画挺冷门的 但是这首歌真的给我留下了超级无敌深刻的印象 真的太阳光了 对于这部动画的剧情 因为年代实在过于久远 而且我自己去回顾了一下 感觉现在已经长大的大家也不会有多感兴趣了 但是当我听到憨巴龟介绍自己的台词 再想到如今的海洋环境 真的又陷入了沉思 一个很遥远的地方 从前它有着和这里一样美丽的海洋 可是五千万年前海洋就消失了 从我出生起就没有看到过大海 直到今天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咱就说现在怎么就没有这些关于环保题材的动画了呢 而除了憨厚的憨巴龟之外 还有铁甲小子 白杖跳 白精灵 七星嫖这些角色 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特别是白精灵 虽然如今看来建模确实有些粗糙 但还是会觉得很漂亮呀 更别提在20年以前看到他 妥妥的童年女神之一好吧 还有那只八卦青蛙白杖跳 他的配音居然是杰大 结大真的是无处不在呀 其实这部动画在上线初期 热度还是挺不错的 也获得了不少的奖项 那为什么最后却反复消失了一般 再也没有一点消息了呢 首先就是因为在第一季的成功之后 时隔两年之后才上线第二季 导致曾经的热度不在了 而且第二季也不是承接着第一季的剧情发展的 反而整了个拯救王子的剧情 我估计这个看过的就更少了 因为叙述拉胯的原因 再加上那几年习惠一军突起 抢占了大部分的子贡相动画观众愤儿 憨巴龟也就在时代的洪流中消失了 但是他的那首主题曲 就是他曾经辉煌过的证明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爱你 爱你会有好心情 把所有的快乐都给你 无忧无虑我们在一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爱你 爱你会有好心情 下一个季节同样美丽 幸福就没有确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